鄉親 繼續來看這個 那北合作 就真的是 奧義拖牌又又卡住了 郭文貴在民眾黨的世俗代表 從一開始來標台 說他會用民眾黨總統 好選人的身份拚到了 他們看到外界的採取 那北合作 恐怕已經破局 而且還團出說 郭文貴前面七點 去到過臺民會面 過臺民辦公室的發言人 公室收工 上方會在二十四號的保五點進場 討論出最好的政策方式 那如果是這個 若北合作 確定來破局 這樣郭文貴到過臺民的後一報 會怎麼來合作 也影響到外界的觀察 國會繼續用 臺灣民眾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拚佔到底 這 說是確定要做很心 整一天的世俗代表 國文貴關門決定 要選保護手 不只因為 若北政黨在一邊協助 先打動 若北合作 再在一邊 面對到破局的危機 割喉之間還是可以談 我們希望可以團結 做個團結力量 聽起來 若北合作 只要有欲笑 不過 世俗代表結束了後的國文貴 以及每天 七十七點 左右來到貴黨的運動 香港被迫 點八千左右 這個機動就在一邊 應發到貴國合的政治人生 我們跟柯主席在登記前 也會來好好的來商談 最終在二十四號下午五點前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其實任何可能性都會發生 我相信不管是郭陣營還是柯陣營 我們都做好了登記參選的一切準備 如果美安座政策 經濟了解 民眾黨部分區的立委名單 一定都沒有公佈 也許要看貴黨的美安座標台 再來做條件 那今年的談論合作的方式 仍然是在於說 我們要如何去幫助民眾黨 衝刺政黨票 但是對於不分區的具體名單 郭董並沒有特別推薦的人選 如果如果美安座確定普及 過關後一部美安座合作 我再次都在看 哈囉 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